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托尼的频道 托尼的频道是做美股投资的,主要着重于技术分析 投资所有的产品跑银大盘 好,今天的三大股指都是绿的,还行 但是呢,有些股票虽然都是绿的 但是它没怎么涨,有些股票 小盘股今天涨得比较厉害一点 我们等会也着重说一下,要不要这个追入小盘股 盘后NVIDIA出财报,等我们看一下 这是NVIDIA,上期视频我说过我有这个NVIDIA的call option 做一个短进的短出,那个我是只赢了的 因为今天它不是盘前,盘后出财报吗 所以说我害怕这个财报的话会造成 unexpected,就是说财报出来之后 不管它不比,反正它也不涨,有时候还大跌 所以说呢,这个option的话,为了减少它的波动 还是在这之前把它获利了结为妙 而且这两天你看这个小红点一出来 觉得暂时的短期已经涨到位了 所以说把这个option把它平掉,获利 这就是提早的把它获利掉,又不要太贪心 对吧 好,财报出来了之后呢,你看盘后的话 它反而是降了,虽然降的不是很多,但是也降了5块钱 0.84个percent,明天早盘出来就不知道怎么样了 开盘的时候,它是beat earning的 所以说,earning是不错的 你看revenue也beat,earning per share也beat 总之都是不错 但是从技术上来讲的话,还是先出来为妙 它这种这个极的拉升 你看最近的这个都是大起大落的一个极的拉升 然后呢,就开始缓跌 基本都是这种形态 所以说,它有可能还能涨高一点 这就无所谓了 反正是,它就算再涨高一点 然后又开始缓慢的拉升了 不是,缓慢的下跌了 每次看NVIDIA就要说一下AMD AMD的话,在这有小幅的 在这没什么动静 在这呢,我也不建议有任何的操作 在这里,买也不是,卖也不是的 在这,反正我每期视频都说过这个 stochastic也是到了这个高位 高位的话就是超买 几个腰鼓又是狂涨了起来 一个是GME GAMESTOP 还有一个EMC 哇,EMC今天是大涨了19.20% 啊,我本身是有一个BB被套牢的 就是上次他们疯狂的时候 我进了点BB BBBY,我不是进了之后被套牢了 后来给卖了吗 现在还剩Blackberry BB BB的话今天还算涨了 你看BB的话,尽管幅度比较小 这是拉大了 看,你看这个绿柱子也有这个9个%呢 9.9个% 今天的量还比较大 但是像这种股票的话 我都是建议不要追入了 啊,你有的话 你就是有 像我的话BB的话一直有,有套牢 他就跟着涨呗 他现在还没翻本呢 啊,至于你没有的话 像GME你就不要追入了 这个东西已经太高了 EMC的话 也是非常的太高了 追入不了 啊,GME我有一个操作 老操作 为什么说老操作呢 我把之前的视频你看找出来看一下 我有一期是GME卖这个put 全内金赚了3万块钱 就是这个,第七十三期 这是我搬到这个新频道之后 我把这个视频搬到这了吧 那个视频在那个老频道 所以说呢 今天我还是做了同样一个操作 sailput 这是我sailput的单 啊,你看是星期五到七 5月28号就两天嘛 所以说一定要买近一点 星期五到七的 啊,150的put 150在哪儿就大概我画的这条 这个dotted line 就是虚线这个地方 啊,卖了20个权利金 现在你别看这个 这个是负的 你得反着来看 就是说我权利金 我拿到529块钱 大概是 啊,就是20个 20个就是529块钱 不是很多啊 就是想到想到玩一玩 这个意思呢 就是星期五到七了之前 只要它不降回到150以下 我就能 我拿这个权利金500多块钱 就这么个意思 就是赚点小菜钱 对吧 你看那个sailput 我有一期教学视频 就是赚点小菜钱 那个sailput 啊,要不太懂的话 你去看一下那个视频 学一下 什么是这个sailput 赚点权利金 像这个情况下呢 它的IV非常的高 IV就是隐含的波动率非常的高 所以说很适合做这个sailput 啊,怎么讲啊 你看这个差价 它现在的价钱在240多 我呢 是150这么大的差价 还能给500块钱全利金 当然我这是20个contract的啊 乘以20了 这个啊 放大了一点 用了期权放大了一点 啊 但是怎么讲了 怎么来讲的话 也是 也是不少的权利金 明天看情况 啊 不行再加点 我没敢弄太多 大事上来讲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纳斯达克 纳斯达克托尼之前分析 每期都在分析 对吧 现在的话 还是按照托尼的分析 还没有改变 因为它的走势的话 还是在 在这 这两天的走势 基本没太大的动静 基本是一天小降呢 一边 一点呢 小小小小绿点 等于是高位在这呆着不动 而MACD呢 已经出现了金叉向上 啊 stochastic 也在从下往上走 也走的也差不多了 但是根据我其他的指标呢 来看 我的系统还有其他很多的东西 对吧 都没有显示在这 我啊 我就可以告诉你 这个波段呢 还没有结束 根据通你来讲 我的系统来讲的话 啊 这个波段还没有结束 所以说呢 我们还是继续在做 这一个波段 继续把看涨的啊 纳斯达克 看涨QQQ 这个包括QQQ 对吧 啊 涨到三百四十块钱 三百四十一三百四 之后突破了 也都是很有可能的 能不能突破的时候 到时候还要紧跟托尼的频道 现在呢 欢迎大家这个点赞留言 啊 订阅 还没有订阅的先订阅 这样的话 你就不会错过托尼的视频 Russell 2000的RUT 在这里呢 啊 今天他的涨幅其实算是不错 从下面 往上贯穿了 这个五十类均线 你看 这个黄色的五十类均线 基本是在这个持平的横盘 整个的这个Russell的趋势呢 也是这么一个横盘的一个震荡 就他今天的表现来讲的话呢 今天的这根K线的表现是最好的 你看这边是1.97个percent 应该是超过纳斯达克了 这样 这就为什么这些小盘骨长的都比较凶一点 比起纳斯达克那些大盘大蓝筹来讲 我们来看一下 先说一下啊 托尼上期视频说到的几单 像SE 这个C limited 托尼做了这么一个波段 从从这里 一直长到这儿 对吧 这个现在已经卖掉了 你看这个现在呢 他出了两个小阴线 托尼认为他大概率呢 是这种一个啊三角的一个整理的一个形态 之后的趋势呢 还是不是很明朗 所以说这个小波段做完了之后 托尼就出去了 啊 等于获利 C2WD Cloud Strike 今天也全部收掉了 啊 这个也全部是获利掉了 这个托尼在群里都有实时的跟踪 跟大家说什么时候进场 什么时候出的啊 这个也是这单也是获利颇风 啊 当然就是说他有可能还能往上涨一涨 但是我现在的获利呢 这个风格呢 策略吧 就不是风格 这个就是现在我觉得应该谨慎一点 啊 在不是很明朗的情况下 既然是获利了 那就提早获利点 总比被 总总比被套牢了变成亏损的好 宁可少获利点 也不要太贪 现在 这就是我的 现在的这么一个操作思路 因为现在的波段呢 也不是很多 也也不是很大 尽管是我是用Option的Code 放大了它这个这个波段 等于是 所以说盈利的话 用OptionCode的话 把它放大 啊 这个盈利还是蛮大的 今天的话 答错了 今天的话 在群里托尼是建议大家呢 抄底了这个Square Square的话 托尼其实并不是非常的看好 啊 就目前来讲啊 就是说大盘 就不要长持 托尼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你看 这个周线图上 托尼还是看到它下行的风险的 所以说这个就是做一个短线的 日图上的 或者是小时图上的 4小时图上的一个短线的一个操作 你看就目前的情况来讲的话呢 它有这么一个触底反弹 啊 这个是前期的一个底部 这是一个前期的底部 大概在这儿 对吧 这边有一个反弹 啊 所有的指标呢 都表示呢 现在是反弹向上 上面有可能会反弹到这个 晚上 反弹到这个中期金线的 啪 上去一点 对吧 上去多少 说不大清楚 可能是240块钱 到250块钱左右 或者甚至到了230多块钱 你觉得盈利不错了 那就可以走掉了 这个呢 啊 还是有一定风险的 因为我觉得它有下行的一个趋势 所以说千万的 不要长期的持有这个 也就是这个获利了之后 马上走掉 这就是这单的操作 就目前拖内的系统和指标 来也来看的话 我是认为它能够还能涨两天 甚至能涨到下个礼拜 这就为什么我现在觉得进入还是可以的 就是今天就这根k线的时候 moder呢 这个mRNA 啊 Tony也是建议这个进入 整个的一个趋势 是一个向上的一个趋势 现在呢 处理反弹了上来 所以说认为呢 Tony认为它还会这么scooping up 所以说呢是一个总体不错 这个股票 就是一个上升的趋势吧 Tony认为现在可以进入 好 下面我们来快速扫描几个这个大盘股 亚马逊的话不是很给力 亚马逊的话还是在这儿 今天本来是出一个率 结果又回来了 但是整体的话 Tony认为它还能稍微涨一涨 它就算涨不到哪去 它怎么明后天的话 应该起来涨一下 应该出率的 Apple的话也不是很给力 Apple也不是很给力 因为NASDAQ今天不是很给力嘛 所以说还要等这个大牌 明后天的话 冲一波的话 他们说不定能够冲起来 Facebook的话 目前来讲 Tony认为现在比较高了 这已经有一个波段了 如果在这个三百零几块钱的时候买的话 现在这个波段已经开始盈利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Tony本自己没有做Facebook 我们群里有人做 已经就是说获利了 就没有在这个 在这个节骨眼上 我觉得应该可以获利了 不要再长持这个 散时先不要持有了 好特斯拉 特斯拉的话 今天反弹算不错 这前阶段这几个K线 123456等于是6根K线 都一直在反弹往上走 反弹今天反弹了2.39% 早期的一个视频 我具体忘了哪期了 Tony也能说了 Tony预计到 他可能会有一波反弹 当时在这的时候 下沙了之后 Tony认为 他有可能有一波反弹 到了这之后 这个节点呢 大概是600多块钱 到这儿了之后 你看这个中期的均线的 这个从上往下的压制 这个黄色的均线 还是非常的坚挺的压制 这个长期的均线 在这个上头 所以说用这个长期均线 作为分水岭来讲的话 它现在处于一个分水岭之下 属于一个跌势 一个大形态 Tony再重复的说一下 这个大形态 这边是一个三角 这是一个三角的整理 已经跌破了 现在回踩净线 回踩净线了之后 下一步就是很有可能 大概率的事件 Tony不能保证它会发生 但是说大概率的事件 就是向下跌落了 就是Tony认为 这个所有的技术指标 都是这么说的 因为这个中期的均线 也在这从上往下的 这个幅度很强的向下贯穿 没有任何的这个翻转的 一个趋势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还有另外的一种可能的走势 假设需要让这个黄色的均线翻转起来 它会怎么走 现在60天的底扣价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今后的三天之内 它都在从上往下走 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如果特斯拉能够抓住这个机会 它能够大幅的 它的K线必须要大幅的上攻 它必须大幅的上攻到这样 这样 这么走法 如果它能够逆天的走出这种形态的话 就是这种K线 然后它就能高于底扣架 对吧 高于底扣架的话 它就能让这个黄线慢慢的持平 慢慢的持平 这个短期的均线这么上来 这样的话 有可能扭转它的趋势 就算这么走的话 这个这还有一个长期的均线 在这压制 它到了这之后 说不定又回探一下 然后再往上走 如果它能这么走出来的话 它就可以逆转这个形态 好吧 这上是图尼分析的两种 这个走势的一个情况 一个是往下跌 一个是往下跌 一个是这么逆 这么必须要之后的几天出的K线 必须要站上这一线 大概都快接近700块钱了 660块钱700块钱的 它必须要站到660块钱以上 这三根K线 然后它才能走出这种逆天的一种走势 然后呢 它就能够扭转乾坤 然后走出这种第二个形态的这种走势 这个答案呢 不久就能见分一小 市场呢 就能给我们答案多好的一件事 现在这是一个puzzle 是一个谜题 市场呢 过几天就能给我们答案多好 那我们拭目以待 下面 tony看我们来过几个群里关注的几个股票 但是tony不建议 为什么不建议 我在这里先详细的说一下 首先打到的是这个 the trade desk inc ttd 你看ttd整个一个走势的话 是你等一下画一下 首先你看这个图现的话 看大局势 中期的均线是从向往下走的 明显是一个降势 而且所有的现在这些均线 全部是发散的往下在走 所以说第一个判断是 它是涨势还是降势 你要做出这么一个判断 它是它肯定是降势 对吧 然后你再看这个最近的这段走势呢 它有一个反弹啊 它反弹的幅度还不小 500块钱 一直现在反弹到了575块钱啊 这个前期呢 有一个跳空的一个缺口 它估计是要弥补这一个跳空的缺口 现在反弹上去 说不定还能反弹涨到这个600块钱左右 598600块钱啊 风补这个缺口 放大一点 风补这个缺口在这 对吧 但是像这种股票 这种降势中的股票呢 tony是从来不建议做这种反弹的操作的 就算你在这抄底 然后呢 这个对技术的要求要非常的高才行 所以说tony不建议呢 啊 大家来做这种操作 不要抢这种反弹 因为搞不好的话 它就会啪打落下来 然后你就不在 你就会被在这被套牢了 因为总体的趋势 它是一个降势 这个降势的话有什么不好呢 就是说啊 它给你的时间不是很多 它给你的时间的这个window 对吧 这一个短短的一个时间的一个window 你必须要快进快出 啊 你要是跑晚了的话呢 你你就很有可能 你的盈利 本来有盈利都被亏损掉了 啊 而且你被套了之后呢 很难起来 因为它是一个降势 它 你随着时间的增长的话 它会 它的股价会越来越低 你看现在的这种 这种浪行是这么走的 就大概率的 它是这么走的这种浪行 所以说你随着时间的推推演 你你再过几个月 它它就到这了 它就到这了 对不对 这这 这多少钱了 出图了 所以说这种波浪式的 它的降势 如果没有改观的话呢 最好不要买它 而相反的 如果是高手操作这个的话 它会逢高做空 比方说它到了这个650块钱左右的时候 600 650块钱 完全呢 我有可能 我没说就操作 就是说有可能进put单 就做空它 再看一个apps Digital Turban 这里的话 最近有一些反弹 你要看这几天反弹的话呢 就忍不住你想进去 对吧 群里就问了 要不要进这个 我说不建议做这个 为什么呢 你看这个之前呢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头部 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头部 跌了下来了 等于是 在这里是这个头部的净线附近 跌了下来 这个地方呢 中期的均线 黄色的均线是这么走的 看到没有 然后呢 它的股价最近是这么走 然后呢 有一个反弹 大概率的情况 啪 又是这么走的 就直接被击落 所以说你现在在这朝反弹的话 也就是一两天的事 你要是走的不及时就被套牢 在这点的话不要买 你要敢抄底 其实你 你要真要敢抄底 应该在这个底部你抄底 对吧 水平没那么高的话呢 就不能抄底 你水平高和低呢 就是说我通力水平也不是那么高 我都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在这个地方抄底 就这块区域 怎么知道这就是底部呢 反正是不好抄 你抄了之后 万一是抄不好 他被 他不往上走呢 他直接被击落下来 也是大概率的情形 所以说这种股票的话 建议大家就不要介入了 啊 不要做这种 准备要下跌的这种 情况下的这种股票的一个抄底 这个风险都是很大的 离他们远点 Snow的话 最近也是没有什么机会的 基本是在这横盘 然后他他下杀了一下之后 起来了之后 现在又开始横盘 啊 之后怎么走势 我觉得 短期他也就遇到了平静了 也就遇到了短期的一个高点了 应该上不去了 上不去的话呢 就只有剩下两种走势了 一个是继续横盘 另外一种就是往下走 PLT2也是一样啊 Tony本身也有多担在这里被套牢 啊 他的中期均线基本开始横着走了 基本还是横盘的一个趋势 短期他应该是上不来啊 还要继续等待吧 这个 这就说到ARKK了 整个的ARKK 整个的ARKK的话 他现在呢 就是这种 你看 刚才那里有股票 整个就是followARKK等于是 ARKK有一个小的一个反弹 但整个呢 他上面的均线的压制 还是很明显的 这边中期均线 这两根均线 均线是这么压制的 这个短期的均线 就算到了这儿了之后呢 他形成了一个强的一个阻力 基本是在这儿遇到压力 他会往下的 他会往下 啊 往下到了这儿了100块钱 再探120块钱 如果在120块钱能够撑住 然后起来的话 那是比较好的一个走势 啊 有可能他能把它翻转起来 形成一个啊 从跌到涨的这么一个过程 对吧 如果他撑不住的话 那问题就大了 他就继续向下跌了 这通理是这么认为的 PENN 你看这个PENN的话 也是大概差不多了 这个中期的均线 也是从上往下贯穿 你看到 这个跟之前几个我说的 是不是非常的雷同啊 在这种这个中期均线 在从从上往下贯穿 然后压制的情况下 不要抢这个反弹 在这里就算他有反弹 也不要羡慕 通理认为就是说 不要羡慕这个反弹 他到了这儿之后 必然遇到阻力 会往下走 这个就是这样 希望大家能够那个判断 这个这两根至少 在你的图上 你把这两根中期均线 你画出来 对吧 你这样的话 可以做出一个自己的 一个大概的一个判断 这两根均线呢 是60天的均线 一个是MA 一个是EMA 60类均线的一个MA和EMA 两个均线 就是这根黄的和这根绿的 好吧 作为短期来讲的话 不排除它还能涨一涨 你看这个PEN的话 这根绿柱子 它已经贯穿了这个短期的 红色的这个均线 是红色的 这是我的20天的 应该是2天的均线吧 然后呢 明天他看他能不能站上去 他有可能短期的时候呢 会试探一下90块钱左右 对吧 这是比较好的情况 他试探90块钱 甚至甚至更高到93块钱 这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问题就是说 你不能保证这个概率有多大 啊 它就升到那么高的这么一个 概率有多大 很难讲这个 很难讲的意思呢 就是就有点赌博的性质在里的 你没有大约50%的胜算的话 那你做这个风险不是很大 还有一个群里讨论的BALY 托尼也拿出来啊 讲一下 BALY的话 也是中期均线在上面压制 你看 从上面往下压制 你回放一下 我关于特斯拉当前的分析 特斯拉的形式 还没有走出来的时候 托尼就已经预示到了 他未来该怎么走 而且是非常准的 你看一下我的这个 这为什么呢 就是当时我就是看的 这个中期的均线 加上它底扣架 对吧 它既然是这么从上往下的 这么走 形成一个压制 它短期的这种反弹 基本都是无力的 就算它反弹到这儿 然后呢 遇到阻力之后 它还是大概率都向下 你看特斯拉当时不就是这么走的吗 它就是一个 它虽然特斯拉当时有一个 绿线 是这么打出来了 大家很高兴 以为它就上来了 结果呢 之后慢慢的就开始阴跌 就这么跌 我们走到特斯拉看一下 回顾一下 回到回放到特斯拉4月16号左右 你看这个就现在呢 现在我们不知道 假设不知道未来怎么走 你看它的均线 是这么从上往下的贯穿的 对不对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K线 试图站上这个黄色的均线 结果呢 它没站上去 它虽然有一个大的绿柱子 这算 这是 也就是特斯拉 换其他的股票 它根本都不可能站上这个黄色的均线的 它基本是冒头 还没冒头就被打下来了 OK 特斯拉的话 也就是特斯拉 它呢冒头了之后呢 第二天倒是被打下来了 然后就开始慢慢的阴跌 你看 慢慢阴跌 然后一直围绕的这个黄色的均线 对不对 然后呢 黄色的均线一直就是形成了一种压制的作用 黄色的均线就从来没有说持平或者拐头的一个迹象 它还是按照这个弧度继续的往下走 看到没有 越走越低 越走越低 现在走到现在 今天慢慢的还在往下走 啊 就是说这个黄色的均线 如果它不持平的话 这个整个的特斯拉的股票就没 它的价格就不能够得到改善 又不能改观 对吧 我说这个的意思就是说 想这个大家cross reference一下 刚才说的那个 Bally 这个Bally是目前的这个走势呢 也是也是一样的 所以说 它很难赚上60块钱 好吧 如果做短线的一个抄底的话 你实在要抄底的话 还是放大一下 到了这儿左右 59块钱60块钱就赶紧跑路 就完了 好 今天呢 我们就说到这儿 欢迎大家的这个观看 临走前按大拇指向上点赞 啊 留言关注 留言讨论 这样的话会关注Tunny的频道 让更多的人看到Tunny的视频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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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